美国总统拜登 二日三号抵达日本与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位 被媒体问到台海议题 拜登的回答很直白 拜登这番协防台湾的 言论不是头一遭 去年他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访问时就曾说过 当时还被认为是口误 因为背离了美国战略模糊的 官方政策 这回他对台海议题再度表态 也让外界关注 这次美日领袖峰会是否会修改 美日安保新指针 把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概念放入 中国大陆在东海南海的这种军事上面的部署演训 那么对于美国跟日本来讲 他的意识极为强烈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基本上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如果这样写出来的话 其实早在拜登亚洲行前 官方就有动作 美国国务院五月五号在网站上更新 台美双边关系情况清单 原本旧版是照抄中美近郊公报文字 写了美方认知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以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等 通通被删除 新版增加了美国长期迸行 基于台湾关系法 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的 一个中国政策等措辞 美国国务院更新的现况清单 不像过去会先引述美中三联合公报内容 反而强调一中政策 在拜登出访前 先是白宫发言人普莱斯 先用英文表达美国不同意中国的一中政策 接着美国驻华使馆网站也加入战局 特别在推特上以中文表示 美国并不同意中国的一中原则 而是依循一法三公报和六保证的一中政策 会有这样的分歧 其实来自于一九七二年美中三个联合公报 美方的原文声明提到了美国 认知到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这个英文单字却被中国翻译改成了 是美国承认一个中国 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立场 美国表示我知道了 我认知了 但是并不表示 或我们承认 或我们接受北京的立场 拜登借由亚洲型巩固与印太盟友的关系 也趁机向威胁太平洋区域安全稳定的中国喊话 不要轻易对台湾出手 经新闻陈彩干喊人采访报导